李平柔的男子 被原警帶回派出所調查 因為他在19號晚上 火同四名友人 是棍棒毆打 另一名唐姓男子 被害人唐姓男子慘遭五名惡煞 持球棒安全帽圍毆 還被電擊棒猛戳 痛得不斷哀嚎 男子趴在地上求饒 不斷說自己沒有打阿嬤 原來這五名惡煞是男子的鄰居 疑似看不慣男子平日游手好閒 還常對阿嬤大小聲 才出手教訓他 雖然鄰居自稱健毅勇為 但孫子慘遭痛 也讓高齡80多歲的阿嬤好心疼 因為兒子和媳婦都不在了 孫子是阿嬤一手拉拔長大 真的沒有幫你打 沒有 都沒有 沒有 像這個有一點 我看他有一點 非愛人平常跟奶奶同住 非愛人平常對奶奶 言語上稍微會有一些不敬的 不尊重的地方 還引起對方看不順眼 釋放後 警方也掉為周邊監視器 鎖定嫌犯身份 傳喚道案說明 而五人相當正義使者 動私刑 這下也全被依照傷害 妨害自由和社會秩序維護法 移送法辦 記者後國灣家一報道